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故事会 我是讲故事的人黄梅子 今天给您讲讲世界首富马斯科的狗血家庭 前几天全球首富马斯科又上热搜了 这一次是因为马斯科刚满18岁的大儿子泽维尔上法庭 要求跟父亲马斯科脱离父子关系 并且声称已经变性为女性 他刚刚过完生日三天就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在法律上更改性别成为女性 同时改名为威威安·珍娜·威尔森 拿掉父亲马斯科的姓氏 改从母姓威尔森 泽维尔要与全世界最有钱的亲爹脱离父子关系 看来这心情也是相当的迫切了 说起来啊 今年51岁的马斯科一共结过三次婚 有两任老婆 一共生了七个孩子 这一次要求跟马斯科断绝父子关系的泽维尔 是马斯科与第一任妻子加拿大作家贾斯丁·威尔森 所生的最大的那对双胞胎之一 马斯科与贾斯丁·威尔森于20000年结婚 2008年离婚 2002年的时候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十天 便不幸的夭折了 后来两人分别于2004、2006年 通过试管婴儿技术 产下了双胞胎及三胞胎儿子 也就是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马斯科和第一任老婆贾斯丁·威尔森 是大学同学 然而即便是这样纯真的校园 爱情发展而来的夫妇 最后也是落得一地鸡毛 最初他们也曾甜蜜幸福过 可是随着贾斯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 马斯科变心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 马斯科会因为贾斯丁的头发不是黄色 就对他大发脾气 没有什么比看着爱人一点点变心更残忍的了 贾斯丁曾经抱怨过 马斯科对他就像对待员工一样严格管理 自己呢也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 而且在离婚的时候 已经成了亿万富翁的马斯科 也是非常的吝啬 贾斯丁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权益 净身出户 就在两个人的离婚手续还没有彻底办完的时候 马斯科的身边就又有了女人 这一次 马斯科热恋的对象是肤白貌美的英国演员莱利 莱利啊五官精致有一头耀眼的金发 被媒体称为真人芭比 莱利不仅是个大美女 而且关键啊是脑袋瓜还特别聪明 她一边工作一边读着量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学霸级的大美女正是马斯科喜欢的类型 就这样2010年 马斯科和莱利手挽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恋爱是一回事 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妈 莱利始终被家里的五个男孩子排挤 马斯科的霸道总裁范也让她非常难受 两年以后两人就离婚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离婚过了不久 马斯科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忘不了莱利 总结了前一次的失败经验以后 马斯科开始重新追求莱利 面对马斯科的信誓旦旦 莱利动心了 18个月以后两人复婚了 事实证明啊老虎就是老虎 不过是有时候披着羊皮而已 第二次结婚以后 莱利想尽各种办法 试图改善跟继子们的关系 可是这五个半大不小的熊孩子 就是不接受这个年轻的继目 而马斯科这边呢 本身呢他的控制欲也是非常强的 在工作中说一不二惯了 尽管刚刚复婚的时候呢 马斯科还稍微注意一下 但后来又露出了狼的本性 还是那个抠门的霸道总裁 2016年3月莱利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 想要结束他和马斯科之间的婚姻关系 有趣的是马斯科也曾在2014年申请过离婚 不过七个月后他撤回了申请 这已经是两人啊 第三次处理离婚的事宜了 从马斯科与莱利一波三折的复婚又离婚 也能看出彼此相当纠结的心理过程 不过莱利比马斯科的第一任妻子贾斯丁 还是要幸运的多 两次离婚 他大约拿到了1.3亿美元的补偿金 对于普通人来说 1.3亿元还真是很多 但是对于身价1.3万亿美元的世界首富来说 这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而已 每次结婚 极为吝啬的马斯科都会签署 婚前或者婚后协议 因此每次离婚时的财产分割 马斯科都极为主动 两任妻子从离婚中获得财富也极为有限 离婚以后 马斯科曾经跟好莱坞的明星安博 高调谈过恋爱 安博跟德普的家暴诽谤案 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差一点把马斯科也卷入到其中 后来他与加拿大女歌手格莱姆斯热恋 两人始终没有结婚 但是生了两个孩子 去年9月交往三年的马斯科与小女友格莱姆斯分手 格莱姆斯大道苦水 说马斯科过的根本就不是富翁的生活 生活的水准低于贫困线 他对马斯科结见到近乎小气的金钱观 颇有意见 说两人在洛杉矶同居时 他表示他睡的那一边床 床垫子有破洞 马斯科却拒绝买一张新的床垫 虽然马斯科对老婆比较抠门 但熟悉马斯科的人都知道 他一直都在努力的做一个好爸爸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都愿意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品尝过父爱 说到这里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马斯科的扎爹 埃罗尔马斯科 每次聊到关于轻霸的话题 马斯科从来都没有一句好话 这个人很邪恶 很可怕 他做尽了你能想到的所有坏事 都说父爱如山 父子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恩怨 才让马斯科对父亲如此痛恨呢 原来老马斯科在自己72岁的时候 居然和自己30岁的妓女结婚并生了孩子 这可真是镇穗一般人的三观呢 老马斯科的情势相当的丰富 总共有过四段婚姻 马斯科是他和第一任妻子梅耶 所生的三个孩子之一 马斯科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 曾经形容自己的童年非常悲惨 糟糕 痛苦和孤独 他说父亲用各种的方式略带他 不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 老爷子的第二任妻子海蒂呢 就是老爷子的第四任妻子 扎纳的亲妈 这个关系啊 听上去是有点绕哈 那这个第二任妻子海蒂呢 当年啊带着和前夫的孩子 也就是扎纳搬进了马斯科家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扎纳才四岁 马斯科在他的亲爸亲妈离婚以后呢 跟着他的亲爸留在了南非 直到17岁才前往加拿大上大学 所以呢 他几乎是看着这个季妹长大的 2002年31岁的马斯科创立了PayPal 成了亿万富翁的马斯科 还曾一度把父亲继母海蒂和继妹扎纳 接到美国享福 可是没过多久啊 马斯科的亲爸老爷子就嚷嚷着要回南非 那么回到南非以后没多久 老爷子就和第二任妻子海蒂 结束了长达18年的婚姻 海蒂带着女儿扎纳搬了出去 本来就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 也就是马斯科的亲爸和马斯科的继妹 就此分道扬镳了 故事发展到这儿的时候 画风还是非常正常的 然而到了2017年 马斯科的继妹扎纳跟前任男友分手了 心情崩溃的扎纳不知道怎么想的 跑到继父这里来寻找安慰 大吐苦水 于是将近20年没有联系的继父和继女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 莫名其妙的就好上了 就这样老爷子在72岁的时候 再次喜当爹 对自己的亲爹和自己的继妹结婚 马斯科觉得说出去不大好听 于是他一气之下公开表示不再和亲爹联系了 结果现在造化弄人 马斯科自己的儿子又公开宣布要跟自己断绝父子关系 看来原生家庭的影响太重要了 父母的错误行为模式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有时候即便是孩子长大成人 主观上并不想像父母那样 但是在行为模式上 却会莫名其妙的变成自己的父母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 自己虽然不喜欢父母 但是成人之后 却发现自己跟父母越来越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听我讲故事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下次我讲新故事的时候 您就能第一时间得到通知了